订阅本频道,不错过任何任嘉伦资讯,感觉任嘉伦太会了,总能精准地联动自己正在热播的漫改剧烈焰,摇动观众的神经。 这不因为前几天烈焰中的五更老是挨打,频繁换工作,让观众很是心疼,任嘉伦就直接在个人平台上开卖,直呼征集一个人性化不挨打的单位给五更。 咱就是说狗子收着点,你还要带着人族对抗神族呢,宣发的活还是留给宣发自己去干吧。 说起国内漫改剧,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有矿可挖,但前几年一直被压在比试炼最下层的剧集类型。 因为一般的漫改剧,虽然圆漫粉丝底盘大,可是他们也同样对漫改剧非常苛刻,喜欢在放大镜下看剧,稍不如意就拼命吐槽, 以至于前期漫改剧扑接无数,也导致后来圈内人很谨慎地去碰这重要的漫改作品。 但是这两年漫改剧在稳定破冰,2022年少年歌行,2023年艺人之下都是口碑收事双丰收。 那部2024年的黑马漫改剧花落谁家?正在热播的烈焰给了你答案。 众所周知,一部剧想要好看,故事一定要讲得好,而烈焰就是这样一个颠覆传统神话的优秀故事。 烈焰剧中的故事和人物,几乎与我们熟知的风神演绎完全相反。 在剧中,咒王是个敢于对抗天神权威,为全人类尊严而战的人类英雄。 传统神话中,那个祸国殃民的打击,在剧中则成了为帮助咒王,背叛神族并为他留下一子的可怜神族女人。 烈焰几乎在我们知道的风神背景中,重新架构了一个全新的神话故事。 而且,烈焰与那些总围绕情情爱爱演展的古装剧不同,他有自己的大局观和非常正的剧集三观。 于公说的是,人族王子武庚在国破家王后,带着人族对抗,压迫他们的各种反对势力。 于斯说的是他一步一步踏着血泪,为自己的父母和族人报仇。 而且每一段故事都有他自己围绕的核心点。 比如最近的安将军,尽管在故事开始因为食用永圣之时的果子,身体发生异样,但是他被众人误会为吃人怪后,依然吃胆忠心。 为了不让自己受制于此,吃树皮喝脏水,饱受病痛折磨,但是阿狗殿下有诏,他立刻就有回应,是个绝对忠诚勇敢的战士。 还有新月魁因为揭示了黎明之火的谎言,让妖界意外地团结一心,面对如此局面。 阿狗先是告诉众人逆天而行,无愧于心,其次也让妖界明白了团魂的重要性,将一个未来首领拿捏众人人心的手段,表现得淋漓尽致。 除了剧情优秀以外,剧集的人物设定比圆满要圆满不少,完全排除了我们现在流水线男主的圣人化无脑爽套路。 我记得当年《五更记》动画播放时,很多人就吐槽这部动画剧情和打斗都好看,但是主角人物实力太低,碰到的敌人他几乎都打不过,特别怂。 但是真人剧明显弥补了男主比较平庸的缺憾。 我们可以看到,在王子五更和奴隶阿狗人物叠加以后,虽然实力非常菜总是挨打。 即便编剧没有给他强大的金手指柱镇,但是他一直在一点一点地进行自我提升,同时很会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和各种小事做局。 而且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一开始力量弱小而悲观,他不是传统男平意义上的战神。 他走着如同普通人一般艰难的路,始终向我们传递着一种,以群举起大象的精神。 配上成功,从来都不会一蹴而就。 前行的道路上,开拓者也从来不会被过多的人所理解。 我与你结盟并不是基于你足的力量,而是看到了我自己力量的渺小。 既然我们要做成这件事,就要先看到对手的强大、自己的渺小和盟友的重要。 这些含金量较高的台词,我感觉看得特别舒适,总想催着平台加更,让我一次性能看到结尾。 目前烈焰剧情过半,从一开始斗半套路式的两极分化评论,到现在,四星,五星好评频频繁出现可以看出,烈焰口碑逆风翻盘。 这部剧,纵然也有一定的不完美之处,可是普信战神加大局观生街之路的故事新设定,已经走出了一条新的漫改剧之路,成为2024新漫改剧王,指日可待。 节目最后,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,follow一下,本频道专注人家轮作品,资讯与综艺,一起为宝藏偶像打靠。 期 esperar,带那一下轮,人声的带轮作品。 retrouver啊,时光ине。